因為對國民黨來講 那個親中的標籤 如果不撕掉的話 是沒有出路的 但是對國民黨而言 他的最大的親中的標籤 就是韓國瑜 只要韓國瑜一天在 國民黨一天就擺脫不了這個東西 所以勢必當然是要去切他 問題是現在你看那個曹環隆出來選 那不是選給高雄市民看的 不是韓國瑜不放過高雄 是韓國瑜不放過國民黨 你為什麼 你要選你為什麼不來跟江啟臣講 你自己跑去淋 直接到選委回去淋 我要選 我要選 我剛才站在後面 你要不要買我這個帳 我覺得這其實基本上就是 韓國瑜在展現說 我對國民黨還有影響 你國民黨還要不要我 你不要我的話試試看 看大家看著辦 所以這樣整個太多 因為主委主委最早講查黨 大家說你在說什麼查黨 查黨就是共和黨裡面的那種 其實就是特色就是一個就是激進 民粹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弱智 跟韓粉是很像的 但是他不敢這樣講 所以他就講查黨 查黨有弱智 有弱智的成分在裡面 媒體都認為查黨是弱智的 一群這樣子 就是類似我們現在網路上講的腦殘 比較難 所以就是說他講這個又被罵 你在講什麼東西 他現在乾脆講清楚說 好就是我就是要跟韓粉切割 就對了 那這對他來講 這是這也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們講說要說 要這個反共不反中 要和美不要親美 那這其實是對國民黨而言 拋開九二共識 這是一條新的路 但是問題在於說 對手還有江啟臣 對手還有韓國瑜 所以三分天下 那到底是誰的那種 那江啟臣呢 事實上這兩個都不甘不甘 那個朱立倫現在這樣講 算比較乾脆一點 可是江啟臣 你的黨產 你的東西如果是偷來的 搶來的 不正當所斷騙來的 你就要交還給原主 交還給國家 交還給人民 不是你自己說 我愛捐誰捐誰 問題在於說 現在就是因為這個 高雄是補選市長 是用徵召的 不是用初選的 不是用民調的 所以到時候江啟臣 會不會提曹環蓉 就是看朱立倫現在已經切韓粉了 那江啟臣如果不提曹環蓉 他也就是切韓粉 但是我們是很 他不會用曹環蓉的 這很難講 如果他怕韓國瑜的話 因為他還要選黨主席 你看他到現在沒有辦法 他始終沒有辦法擺脫 跟韓國瑜的關係 就對國民黨來講 你身體要好 就跟人一樣 體質要強健康 那現在最傷害國民黨體質的 就是韓國瑜這個中國腫瘤 這個中國腫瘤 要不要切掉 所以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切到大的小的跑出來 那這個小的你要怎麼辦 可是對我們高雄市民而言 我們很希望曹環蓉選 怎麼說 那是陳其邁的夢幻對手 不是他要走韓國瑜路線 對 就是因為這樣 曹環蓉當市長就露評 登亮水溝通了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出來就會激起 另外一邊的人 投票率就會高 北票今年就再找一招 搞不好還真的被激到要跑 如果是曹環蓉的話 那個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就要幫他站台 我的優秀市府團隊 我的團隊出來 就是來討公道的 那韓國瑜如果出來 那陳其邁票不高才奇怪